今天帶你去吃一間懶人必食的烤肉店 為什麼懶人必食? 跟著看我就知道 清新的裝修風格 處處都是細節之鬼 不用自己動手燒 又沒有油煙 只是這種門面功夫已經很吸引 你可以看肉的油花分度都挺均勻 但肉質很好 無論如何都要試過才知道 輕噴 不是開玩笑 是完全瞬間融化的感覺 這次就點鹽 試試什麼料 點鹽會好一點 因為會調出肉的鹹香味 還有口感是完全不會塗 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所以這個必點 一碗白飯 先吃飯 白飯到有隻蛋 拌下去試試 終於可以一口粉一口牛 看看好了 超棒 超夾 吃下去 飯不是一吃就軟 所以跟肉是很夾的 所以 我快飽了 牛豉心其實比牛豉更加珍貴 而這個部分就出名 鮮嫩、柔軟和多汁 可以吃到它 外面的層還是脆的香 而咬到裡面 就是鮮嫩、多汁、飽汁的 這個東西超可愛 它可以將冰和酒分開 但冰溶了也不怕混淡 很棒 而且可以看得出 店主是非常細心 完全沒有臉紅 吃完牛扒 當然要嘗嘗串燒 牛、雞、豬 嘗嘗豬 先嘗嘗豬 蛋即時爆開 豬肉香出來 這些都不搽 配上大蔥 口感剛剛好 真的有點像我日本燒料見吃的感覺 加上蛋汁 層次更豐富 雞腿 雞腿是很嫩、很滑的 跟平時的雞肉一樣 比較有雞的香味 試上牛 我本來以為這樣燒的牛會比較乾 但完全不會 這款都可以好好貼好肉汁 讓整件事吃下去 沒那麼乾、沒那麼柴 總之來說 整間店舖都可以 吃得出來 牛吃得出不是很便宜的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怕吃得頭髮臭 所以都可以來試試